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象署上午针对屏东县山区及台东县发布超大豪雨特报 其他县市则有局部豪雨或大雨发生 气象专家则是提醒南部地区要沿防地洼地区海水倒灌 北北基桃今天也放台风假一天 但台北市一早只有风没有雨 太阳还不时露脸 新一区街头有不少民众排队等拉面店开店 只说没想到会放假 仿佛赚到了 由于北北基桃尚未被纳入山土耳台风警戒区 加上前一晚面临罢免危机的基隆市长谢古良 一次抢在台北新北桃源之前提前宣布放假 让外界质疑这回放假有政治考量 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爆出涉嫌高爆军售价格 导致国际邮邦损失 台湾也成了受害者 包括爱国者飞弹雷达系统都被雷神抬价 对此国防部表示美国司法部已经与雷神达成认罪协商 会全数返还我方不到得利 本案也证实台美军售制度严谨 不过外界质疑国军隐匿讯息 对此国防部表示有内容农场操作疑美论 呼吁国人不要受影响 伊朗一号晚间朝以色列发射近200枚飞弹 大部分都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跟美军拦截下来 没有传出伤亡 但是这波攻击象征以色列跟伊朗对立冲突升级 可能使中东进一步陷入动乱和全面战争 另一方面以色列特拉维夫传出恐怖攻击 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在轻轨车厂开火挥刀 造成至少649伤 2024美国大选唯一一场副总统电视辩论 台湾时间2号上午9点登场 由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范斯 迎战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 包括中东战火气候变迁 移民政策经济等议题都是辩论焦点 而两人在移民政策上针锋相对 主办单位一度强迫关闭麦克风消音 至于两人辩论表现的好坏 各民调也显示互有胜负 以上由公式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